總統的不再忍讓說 陸委會嚴審對岸參訪團 開出第一槍以統戰疑慮 黨下百姓論壇來台參訪 十名大陸公務員全數禁止來台 但扣上統戰的帽子 最壯卻說的不明不白 就連誰黨下的判斷 也不敢多說 最後由移民署承擔泡沫 但真有統戰疑慮嗎 看看百姓論壇 這次的核心內容 介紹歷史上著名的足歸家訓 朱子家訓 鄭家家訓等等 相關的中華傳統文化交流 到底跟統戰有何相關 抄著一口正統台語 痛批政府根本沒看內容 急著扣紅帽 主辦單位強調活動將會照常進行 即使政府固步自封 也擋不了兩岸民間的自主交流 劍榮湯 張宇軒 S3小組才報導 準備後 索 主辦 s3小組 感谢观看